好家伙 宋祖英这一嗓子 直接给周杰伦干废了 国家队的气场有多强大 2009年 宋祖英鸟巢演唱会场 邀请周杰伦合唱千里之外 当时周杰伦以贵为 华语乐团的天王级歌手 人家当遇到宋祖英时 竟然罕见的扒回失常 周董的吐字不自觉地变清晰了 甚至连声音都有一些不闻 带着颤音 而当宋祖英一开口 仿佛是一台超大CD轰炸现场 自1990年初登春晚舞台 宋祖英就再也没下去过 连续24届春晚 春晚钉子户这个记录 可能很难再有人打破了 没有宋祖英的那一嗓子 总感觉春晚缺了点什么 在这期间 宋祖英贡献出太多 快智人口的金曲红歌 80 90甚至00后 有多少人的童年记忆里 都飘荡着他的歌声 1995年 宋祖英以一身乖巧的 农家妹子装扮 亮相舞台 现唱辣妹子 一下就把川乡地区的姑娘唱火了 明明全程都是火辣辣的 偏偏让人听着心里发甜 嘴角带笑 由于这首歌人气太高 宋祖英四年后的春晚又唱一遍 此后更是将其作为 演出时的保留节目 1998年 宋祖英带来了更加红火的 好日子 当时正是国家改革开放的转型期 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显著提升 宋祖英无疑是唱出了广大民众的喜悦心声 因此这首歌也成了民间庆祝喜事时常用的音乐 除了在春晚舞台唱给全国人民厅之外 作为海政文工团的团长 宋祖英更多的时间是慰问部队和地方 苗族出身的他最喜欢的莫过于爱我中华 而一曲《石宋红军》让无数人感动多泪 古时的民谣风格 诚挚而肯接的情感 让人不禁怀念起那段争容岁月 在宋祖英的演义下堪称无法超越 很多人都曾怀疑宋祖英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关系 中国优秀的高音女歌手不在少数 唯独宋祖英能连续霸网春晚这么多年 但宋祖英文职少将的身份预报出 就让所有人心服口服了 能在军队达到这个级别 那绝对是有硬实力和贡献的 就在大家以为他会一直唱下去时 宋祖英却突然消失了 年轻时的宋祖英有多美 如果他进军影视圈 他是要抢了很多当红女星的饭碗 很少有人知道 宋祖英早在1989年 曾参演过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宛军》 本色出演天真善良的苗家女阿奴 剧中的她不失粉弹 轻心脱俗 十年23岁的宋祖英 满脸的胶原蛋白 水淋淋的单纯模样 让人一眼难忘 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 宋祖英得以参加影片的启动晚会 并在晚会上献唱《小碑楼》 被台下的央视春晚总导演黄一鹤一眼相中 觉得宋祖英有种为大舞台而生的天然魅力 很多人觉得是黄一鹤慧眼十足 宋祖英只是运气好罢了 但机会总是留个有准备的人 宋祖英早就付出了大量的努力 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1966年 宋祖英出生在乡西一个普通山民家庭 生活贫困不说 在12岁时 父亲又患上肺结核 很快离世 年迈的奶奶受不了打击 紧跟着走了 年长的宋祖英被迫提前扛起生活的重担 照顾弟弟妹妹 很难想象 如今在舞台上开朗自信的春晚台柱子 小时候其实是个闷葫芦 只有唱歌时会活活些 直到15岁 现理科剧团招工 母亲鼓励她去试试 不料从未接触过专业声乐的宋祖英 仅凭天生的好嗓子就让团里决定拍板留下 宋祖英这才有机会正式学习声乐 最令人称道的是 出道剧团时 宋祖英只能站在旁边充当背景 带了却趁此机会 将表演的赌魂记硬生生全背了下来 赶上主演因事缺席 宋祖英应靠自身表现获得机会 半年时间从群演到主角 一年时间 从学员到唯一通过考核的正式演员 宋祖英用实力和努力走出了大山 走出了湘西 1984年 宋祖英已是湘西自治州的歌唱演员 长相甜美 条件优异的他 被中央民族学院选中 但只有小学文化的宋祖英 远达不到文化考试要求 要抢的他干脆自学一年 于第二年成功考取 苦练几年后 宋祖英报名参加全国青年歌手大赛 没想到名落孙山 这件事令他大受打击 却意外结识后来的丈夫 湖南电视台的编导 罗浩 罗浩对宋祖英一见钟情 为其倾倒 鼓励他重新振作 并介绍其道金铁林老师的深入学习 面对罗浩的爱意 宋祖英迟迟没有表态 不及去世 妹妹年幼 弟弟聋哑 这样糟糕的家庭条件 是他最大的顾虑 但罗浩明确表示 不在意 愿意和他一起承担这些 两人于1992年幸福结婚 罗浩为了支持宋祖英的歌唱事业 直到2005年 宋祖英选择39岁高龄产子 从那之后 宋祖英的重心开始慢慢转向家庭 直到2013年后 彻底消失在春晚舞台 这绝对是纳英最憋屈的一次领奖 2011年中文歌曲颁奖典礼上 主持人称呼宋祖英为老师 却对纳英直呼其名 宋祖英本想为纳英辩解一下 以示尊重 没想到主持人直言不讳 认为唱流行歌的不叫老师 此言一出 宋祖英也不知道怎么接了 没想到纳英突然上前抢过话筒 这句明朝暗讽的回腿 顿时让氛围陷入尴尬 而宋祖英并不在意 十分大度地将场面圆了过去 随后的代表作和尚环节中 纳英唱起宋祖英成名的小贝楼 尽管英子已经是国内的十里长江 可在宋老师面前仍然逊色不少 轻松拿捏纳英的山不转水转 不是自己不努力 而是对手实在太强大 要知道宋祖英是国家队中的国家队 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 国际上更是声名远扬 被外人誉为华人歌后 因为在华盛顿哥伦比亚客区 举办过演唱会 当地把那一天命名为宋祖英日 宋祖英是少有的 能在世界杯奥运会 世博会亚运会 所有国际大型赛事中 连续现场的歌唱演员 足可见国家对其的肯定和重视 1991年加入海政文工团后 宋祖英便有了军旅背景 长期活跃于军队文艺工作的第一线 经常到各地表演 慰问地方群众部队 同时在2008年 被海军授予一等功 容生少将文治将军 那时他才42岁 在中国的军旅歌唱家中 他是达到如此地位的最年轻者 对军队系统有所了解的人 应该知道这有多不容易 尤其对于宋祖英这样一个 苗族农民家庭出身 没有任何资源背景 台上是国民脸面 业务能力顶尖 台下宋祖英的司徒 同样没得说 因为忙于事业 宋祖英雇了个保姆打理家务 亲戚推荐了个18岁的老乡 江海平 一看小姑娘是老乡 又独自在外 宋祖英慷慨地给定 8000美元的工资 没想到偶然发现 家中少了10万 一报警调查发现 竟是小保姆所为 经审讯得知 江海平是受男友教授 明星家里少点钱 是不会被发现的 长期的语言诱导 让他一念之差 做下错事 但宋祖英并没有过多追究 反而向法庭求情 从轻处罚 但是我觉得挺遗憾的 那个孩子 挺遗憾的 是吧 就是好像不应该 挺可惜的 其实那孩子 条件也都非常好 就是因为接触的人 有问题 所以最后自己犯了错误 但是你没有去追究他 我没有追究 但是这个有时候 你好像有被他求情 对吧 哎呦 早些说了 不说了 事后更是亲自去监狱 接江海平 并给他重新安排了工作 只能说宋祖英 实在是人美心善 2004年 宋祖英成立了自己的慈善基金会 专门帮助曾像他一样贫困 渴望走出大山的孩子 去年 56岁的宋祖英回到家乡 穿着简单 素颜出席 和观众一起再歌再舞 没有丝毫领导和名人的架子 努力进取 不忘初心 宋祖英不愧是国宝及歌唱家